这是之前北海道大地震 驻扎晃办事处的画面 民众没地方可住 没网路可用 驻外单位伸出援手 提供民众急难救助 根据领事局统计 我国旅客申请急难救助 比例逐年增高 从2013年的5982人 到去年已经增加到将近8000人 驻外使馆的业务负担越来越大 任何外馆都有列一个 专门的一个电话号码 手机你就带着 日夜都要开机 然后下个月就轮到旅外同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项目 的确也是应该做的 因为在海外 我们国人在海外 唯一能够依赖的 能够信赖的 就是我们驻外单位的 外交部的驻外单位同仁 手机不敢离声 驻外人员表示 24小时待命是基本SOP 摊开旅外急难救助事项 第一名是护照医师或遭窃等事宜 接着包括遭遇小偷爬手 甚至在国外处罚 以及遭到拒绝出入境 全部都找驻外使馆求救 使馆人员全天候待命 为国人海外提供协助 也因为处在解决麻烦或困难的第一线 面对国人批评 承受压力 心脏得很强 我们很难去要求我们的老百姓说 你到了国民 到了国外说 哪些事情是不可以找 我们之外单位 你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那他要去哪里想办法解决 外交部我相信 每一位同仁都是很敬业的 他们面临的那些挑战 有些是不足为外人道义 那么希望我们今天 国人同胞们在海外旅行的时候 或在遇到这种类似的问题 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来体谅 我们外交第一线同仁的辛苦 驻外办事处人员 人力配置有限 拼外交公务 又得面对民众旅外大小问题 难免会有利游未来的情况 在求助相关人员之前 民众在旅行前做好预防措施 也把旅外急难救助的功用 留给真正需要的人使用 环宇新闻 林志彭丁上城台北报导